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王大叔为您带来的 DOTAL职业选手第一视角 这一期节目学不学 大家都可以 不要紧 主要看个乐 大半夜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干什么 睡不着觉 那当然是给大家做视频了 对不对 那么来看一下 今天的Top3的第一视角 赏金猎人 那么这个英雄 赏金猎人这个英雄 我觉得 其实之前做过几期 而且最近的一期 好像是一个 只有七个正步 就拿到了全场经济第一的 一个赏金猎人 而且那是一个辅助赏金 非常非常的厉害 只用了七个正步 真的是七个正步 经济全场第一 非常离谱 那么今天 就不能再给大家做辅助了 那么正好Top3有这么一场 不错的赏金猎人中单 而且是 那么就给大家来做一下 赏金猎人这个英雄 在最新的 这几个大版本的改动里边 最核心的一个改动 就是降低了 它的基础攻击间隔 好 这个地方一上来 先看一下 对方这个船长加毒狗 这个留人能力 好强的一个阵容 还有大鱼人 还有大树 哎呦 这个留人能力 可真的是有点厉害 那么这样的话 赏金往回兜一圈 然后看到了自己队友的 冰龙和上面的一个马西 自己的队友 把眼拉了 拉了以后呢 藏在这个树林的附近 观察一下对方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拖在后面 能够抓到的人呢 这里兜了一圈 好像没有 但是右侧这里有个杜狗 看了一下 好像队友 还是先对对方的大树动手了 白牛在窗户留住 赏金过来 我先给你一刀 挣点钱再说 然后跟自己的队友 一轮合机 带着对方的大树 漂亮 不过人头并不是自己的 而且赏金的这个位置 大哥 你发没发现 你被对方围剿了 这个地方 Top 3的走位 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他好像觉得 自己的队友 应该能打得过 然后他回来 主动的去扛伤害了 因为赏金猎人 这个英雄吧 他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地方 就是他的护甲 这个英雄护甲 真的是贼高的那种 他的敏捷成长 其实并不算特别高 只有2.6 这个在敏捷英雄里面 算是一个 一般的民间成长 但是他的初始护甲太高了 初始大家可以看到 三根树枝的情况下 9点白子护甲 能比他高的也就是TB了 除了TB之外 应该没有比他护甲高的英雄 所以刚才这个位置 赏金应该是想去 在前面顶一顶留下人 但是发现 好像自己的队友打不过 那就尴尬了 对吧 自己就被对方围剿了 那么中单 这场比赛的对手 是一个船长 这场比赛是Top 3 大后单排 所以分数段 就不用多说了 对吧 绝对不会说是一个 比较低分 而且我不会给大家去做低分段的 不会去给大家做低分段的 我做过最类似于低分段的一场比赛 好像是Nisha 是Nisha还是谁 她的天梯单排 然后排到了一场 就是有很多天梯分数 在1000名左右的选手 那么然后在那种天梯分数段里面 就是Nisha真的就是乱杀 就是乱杀 就感觉就 会有一种误解 就是感觉跟打我差不多 但其实绝对不是 因为打我的话 我可能连还手都 我都不敢还 都不敢还 都不是还得了 还不了的问题 那么赏金 这边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Top 3在升到二级以后 加了一个飞镖 加了一个飞镖的话 这是一个中路对线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厉害在哪呢 厉害在她的蓝量 转化伤害的转化比特别高 这个技能一级只耗50点蓝 然后她的伤害是100 满级是80点蓝 这个耗血是250点 那么基本上她是 那一级二级的这个蓝量 转化成伤害 基本上是1比2的一个转化比 那么为什么要提这么一个东西呢 因为很多英雄的技能 在前两级的时候 她的转化比相对是比较低的 转化比比较低的话 就意味着你用同样的蓝耗到 对方的技能 这个选量就比较少 而且这个技能的CD很短 大家可以看到 即便面对耗血能力和中单 近战兑现能力极强的这个船长 赏尼猎人现在无论是在补刀方面 还是在耗血方面 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优势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超高的初始护甲 以及这个超级廉价的耗血 你有被动 我也有被动 对吧 我的被动还不光打你的人 我还抢你的钱 然后再加上一个超级廉价的指向性的耗血技能 你看我这又给你飞镖 恶心死你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船长 他居然完全打不过这个赏尽猎人 当然了 升级的话 作为中单来说 还是要主加 这里也躲一下水 对方的水居然不是往赏尽山上放的 对方这边又装了一个圣水神符 连控两个圣水神符 这应该是连控了两个 连控两个等于四口瓶子 在对方拿到四口瓶子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注意到 TOP3的血量仍然没有比对方少太多 勾兵勾的真的是太 这个其实作为职业选手来说 这种最最最基础的 非常顺滑的 毫无延迟的这个勾兵 真的是基本功 这块赏尽猎人 躲一下对方的这个水刀 这里给对方一个飞镖 然后想反补 我没有成功 既然你不让我反补 那我就抢你的前辈 再给上一个飞镖 追一下 对方的这个船长 好像有点没搞清楚情况 他居然想跟赏金队拼一拨 难道他没有注意到 赏金身上已经有了一个细带 10点护甲 在塔下有15点 这里给上一个飞镖 抢一个钱 白牛开始往中路冲 船长这个时候还一无所知 但是等你知道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里白牛冲上来以后 直接拿到一个人头 我们的赏金猎人 现在的补刀数是高达18-6 当然了队友的补刀好像有点糟 队友这边两条边线 好像都是一个崩盘的情况 对方的边路一个21刀 一个正步是20刀 而己方的这个战线英雄 一个11刀 一个9刀 这个对线好像有点难打 好像有点难打 不过不要紧 对方的船长崩了 这块我已经可以跟大家说 欠台对方的船长已经崩了 因为这个船长接下来 无论他怎么打 都打不过这个赏金猎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赏金 他的等级高起来以后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的这个护甲值 船长的水刀 分裂伤害 自从变成了会计算护甲 他就再也不高贵了 以前的那种一刀 龟海一刀的船长 他就再也不存在了 所以他的这个耗血 不像以前一样 无视护甲 那既然你有视护甲 对吧 你计算护甲 那我这十多的护甲 你的船长这个水刀 在我面前看起来 他还真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这块再给上一刀 然后再一个塔刀 再一个塔刀 非常的稳健 这一块 这个刀有点不太好补 这个刀有点不太好补 这个刀从这个防御塔 给打的 第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血线应该是会 被这个防御塔 跟兵线的集火 完成一个急杀 如果想要急杀的 如果想要补到这个刀的话 需要一个攻速很快的英雄 但是伤害还不能太高 提前垫刀才能做到 那么中路 现在赏金猎人的补刀 已经是来到了31-6 大家可以看到 对方的这个船长 对方的这个船长 现在最难受在哪呢 我好不容易上来补一刀 对吧 一个近战兵 三四十块钱 然后呢 对方的这个赏金猎人 一刀偷我28 这个地方白牛冲过来 撞一下飞镖 丢上去 这边给上一刀 这个白牛 感动 真是感动 我跟你说 就这种 就这种白牛 一场比赛 大家如果在游戏功当中 如果你遇到过一次 这样的队友 你作为一个大哥位 你就这场比赛 你会有一个什么心态 就为了刚才 他这个顶塔 让人头 让我偷钱加飞镖 就这一个动作 这场比赛 我就不能让他输 你知道吗 就这种队友 真的 作为大哥位 你看一个这种队友 你就这把比赛 就想好了 我就不能让他输 你看这个白牛 这个白牛 这个地方 这个人头没辙了 他看起来 情况有点不太对 赶紧帮着 赶紧杀了再输 因为对面的船长过来了 就刚才那个冲过去以后 拿自己肉体顶塔 然后帮着这个赏击猎人 卡位 自己完全不贪 这个输出和人头 这个动作 真的 虽然这个在顶分局 是很常见的一个操作 并不算什么 特别离谱的操作 但是仍然 很不错 好吧 很不错 这会儿赏击猎人 再给一刀 再给一飞镖 然后追 这个时候相位鞋开起来 我再给一刀 再次击杀到对方的船长 满级的偷钱 这个伤害 对方的船长 已经有点看不懂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赏击猎人的经济 有多离谱 4500 两个边路的队友 全都已经崩盘的情况下 赏金一个人 硬生生 拉着全队的经济 领先对手1000加 而对方船长的经济 现在只有1800 那具体他被赏金 偷了多少钱 咱不知道 这个真不知道 只知道 反正这个船长的补刀数 在他的补刀数 比优鬼只少3个的情况下 他的经济 比优鬼少了600块钱 多的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是吧 现在赏金 在出完了相位鞋 瓶子一个携带之后 下一个装备要做的 就是连击刀 当然了这个时候 其实赏金 做什么英雄 这个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 对吧 如果你有好机友 能让你一起玩的时候 让你用赏金 而且打一个 相对来说 主力的位置的话 这里也给上一个飞镖 一个标记 这里也一刀 第二刀 再往上追 第三刀 然后躲一下对方的这个藤腕 再给上一个飞镖 白牛冲上来 优鬼开打 收掉这个人头 让优鬼的经济 也赶紧缓上一口气 比如作为主力的 中单主力 他现在的赏金经济 已经来到了5100多 尽管开局 是让对手击杀掉了 但是呢 这个赏金 又是一个小可爱 先给上你一个标记 然后相位 好像有点不好追 这个地方太远了 白牛再追 再给视野 这里飞镖 减速 白牛撞一下 那我过来以后 先给上一个 偷钱 然后再一个平衡 带走对手 这里再一个标记 给到对方的大叔身上 一刀偷钱 再接着追 不过进二他 好像风险有点大呢 我就先回过头来 先把你一个小机 给你带走 对方的大鱼 这个地方开始跟赏金队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赏金队这个护甲值 被大鱼点上灯 还有8点 他还有8点 这里给上一刀 水人过来 一个波浪形态 那么这一波的话 确实好像有点打不过了 不过不得不说的就是 大家如果 前期对吧 经常玩游戏 能遇到大鱼 这个英雄的话 应该能感受到 就是赏金猎人 超高的这个护甲 来的一个 肉眼可见的 就是对于对方 大鱼点灯之后的 输出的这个抵御能力 那真的是肉眼可见 因为一般的英雄 护甲稍微低一点的英雄 被大鱼点了灯以后 大鱼管你那个 3721 甭管3721 直接点上灯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这边给上对方一个标记 然后呢 一个肥标升上去 开始向外鞋追 不过这个地方 看到了对方的毒狗 那不能追了 因为看到对方毒狗 在这个位置的话 后边还有几个人 就不知道了 一旦你对面 后面还有几个人 然后这几个人 突然间 对吧 树林里面 钻出来了几个光头 一群大汉 你就左右为难 然后再加上这个 枪人锁难 对吧 万头大汉 那就不行了 那么现在赏金 现在在拿到连击刀以后呢 这里打出来一个 一阶的装备代币 看看能换一个什么 对于赏金来说 一阶代币 好用的装备有很多啊 真的是有很多 但是赏金这张比赛 因为他打中单 完全没有加隐身 这个对于他这个阶段的一个战斗力 是有点影响的 这里扔一个飞镖 给上对方一个标记 然后抢对方的野怪 即使 对方的这个水人不对劲 这个水人不对劲 这个水人明显是旁边有队友 那我先过来偷你个钱 连击刀的伤害 这个水人没看见 他没看见这个连击刀 你以为我刚才是怕你 我这叫右低深入 小老弟 一边带走对手 冰龙一个非常nice的冰墙 直接把赏金这人救下来 接下来以后 对方的大树 现在是五级 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 那我就不客气了 给上标记以后 直接一盒连线投赏钱 投完了以后 这里赏金开始挪下自己的位置 给对方一个标记 然后回过头来 正好大难 大战之后 必有恢复 拿到这个恢复 但是水人也志愿到了中国战场 直接击杀掉队友的 马西 这里赏金 躲一下对方预判的一个水 接着给标记 哦 冰龙这个大树给的不错 标记也给上 然后等一下 对方这个技能结束 我一个二连上去 但是对方水人 这波还是开出来了 没有能够直接被对方秒掉 白牛冲撞进来 对方的船长这个标记 正好把赏金拉到轮群当中 那出来了以后 我离你这么近 我就不客气了 我先借你点钱 我再给上你一刀 直接送走 接着往前追 对方这两个人还挂着标记 再往上追 一个平安 一个飞标 直接带走 对方毒口 然后飞标还弹到了水人身上 一波双杀之后 我们的赏金猎人 经济在11分钟的时候 不知不觉当中啊 已经快乐的来到了 8700块钱 11分钟 8700 对方无解肥的大鱼人 加上前期无解肥的水人 现在只有5300啊 一定要知道 而且5700加5300 在11分钟这个游戏时间 他还真的不算少 真的挺多的 这里也看到对方的水人 不过赏金在这个位置呢 他并没有选择动手 这个位置赏金并没有选择动手 这个地方赏金选择的是兜了一圈 兜了一圈以后 应该是看自己的周围 队友都离得很远 而且看了一下优鬼没有大 优鬼没有大的话 那我就先不动手了 因为在这种位置动手的话 对方有没有人蹲单说 首先是我不可能杀得掉这个水人 第二我偷他一下钱 然后如果对方有一个人在蹲的话 那我有可能会被对方反杀 这个投资性价比太低了 所以不用 就不去报这个险了 赏金猎人在12分钟的时候 经济现在已经来到了 9000块 9000块钱 这个经济太离谱了 我只能说是 而且他的补刀数并不高 12分钟的补刀数 他现在只有60刀 主要的经济其实都是来自于偷对方的钱 标记和打架的钱 手里面下一个装备就是单刀 对于赏金来说的话 移速是他的生命 移速就是他的全部 这个英雄有移速 然后能跟得上对手 这个就是他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属性 所以单刀分身斧 这些东西包括橡胃鞋都是性价比超高的 而且包括还有鞋垫 但是他现在这个格子里面没地搁这个鞋垫的 大家可以看到鞋垫在背包里面的 移速就是赏金的生命线 有移速 然后后期你需要去跟对方硬钢的时候 你出一些BKB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而且赏金1.5的基辅攻击剑格 现在这个战斗力是真的够用 这玩落地以后直接隐身 标记给上 那对方的这个大鱼神跑得点快 而且毒狗已经TP落下来了 那就算了 那这个地方不能动手了 对方的船长也是在替前哨站 不过由于赏金这里已经提前回撤了 所以对方现在对于这个赏金 其实这段时间大家能肉眼可见的 对方对于Topson的赏金这个低防 已经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到位了 在塔前都会有针眼 塔前附近的位置都会有针眼 然后队友的TP支援来的都相当相当相当的早 这个时候看一下白牛一个冲 那但是右边有一个毒狗 我先不去杀你的大鱼 但是对方这块有针眼 你看那个针眼其实做了很多 这个标记给上优鬼 给技能偷钱 再加一个飞镖拿到这个人头 那这一波的话 赏金猎人在急杀到对方的大鱼人以后 14分钟经济上万了 14分钟经济上万了 虽然自己的队友经济现在追不上对手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14分钟一万经济的赏金猎人 你都不知道我偷了你多少钱 你们的钱很多很好 现在可是我的了 14分钟一万经济的赏金 这时候看到对方的船长 给上一个标记 旁边还有一个水人 先躲一下 看一下对方水人变得这个冰龙 水人这块变成冰龙 给了一个技能以后 这块冰龙给了自己冰箱 不过白牛离的很远 马西离的更远 优鬼虽然在附近 但是这个位置优鬼就半血 而且没有大 那这样的赏金一看这个波团战打不了啊 那我就先撤了 这块飞镖补掉一个远程冰 自己的本体是帮上走的 走上就有危险 飞镖补掉 补掉了以后 又在这里看到两个松果怪 然后接着撤 这块不跟对方能去太多的较劲 因为这段时间跟对方较劲 着实有点不太好打 打野怪 打这个石人魔野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黄皮石人魔 一定要注意这个黄石人魔 他的拍地板这个技能确实是有点耽误事 伤害很高 而且这悬晕的时间略长 这个虽然听起来好像感觉是废话 感觉很多人可能会说 他谁会去中这么前摇这么长 动作这么明显的一个技能 我跟大家说 实战当中中这个技能的人比比皆是 真的实战当中中这个技能的人太多了 职业选手都有被这个技能拍中的 甚至职业选手的顶尖比赛里边都有被这个技能拍中的 这个可不是 对方的船长这边给上一个标记 开船 这波感觉是有点 哦漂亮 这个分身躲掉了对方的一个技能 然后大树再给一个大招 这波我驱散不了了 但是白牛赶到了正面战场 队友给上一发剑体术 开始向尾斜 疯狂追 攻击力现在非常非常的高 这里看二连 先给对方一个标记 然后过来二连直接秒掉这个多半血的毒狗 然后再补上一发标记 偷钱 白牛冲上来 大鱼这边踩了一脚 你这是想不开呀 你居然敢在我面前这么踩 这边过节摔扔回来 水是波浪形态进来以后 那你就也别走了 先偷钱 然后再追着 看一下赏金猎人再给你一个飞镖 这波我A不了你 那我先不管了 我先给你个飞镖再说 这一波赏金猎人 又是从头打到尾 而且吃掉了对方所有的伤害 分身俯用的也是无比的顺畅 丝滑和精准 那么输出方面 这波团战赏金猎人打了4377 全队打了7800 他一个人打了4300 这个输出真的占比相当相当的高 经济在16分钟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13200 对方的水人现在是8100 16分40秒 8100的水人 严格意义上说 发育的就算是比较一般了 在职业桌来说的话 就是比较一般了 但是你要严格意义上说 他很穷 倒也不至于 不至于说特别穷 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赏金的存在 实在是有点太断档了 他这个经济真的有点太断档了 万层第一的这个经济太离谱了 而且他补刀数不高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赏金猎人的补刀数 其实并不高 这个整场比赛 在被他搅和的 大家这个补刀数 其实都不太高 然后对方这些撒粉 我现在二连开分身 直接秒了 这个毒口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撒了一把粉 直接就被秒了 然后白牛冲过来 留住我过肩摔 白牛这边省一个大 漂亮 托普森这里又是轻松协议的 完成了一波双杀以后 拿到了超神 这一波又是他一个人 打了1981 2000输出吧算是 那么整个队伍打了3200的输出 他一个人打了2000 相当相当离谱的一个数值 那么现在游戏时间了 到了17分50秒 队伍这边要跟他们打起来了 船长这里 被冰龙一个大招 给到身上 马西被救下来了吗 这一个非常精彩的灯墙 要踩住对方两个人 托普森过来以后 赏金猎人直接给上一个标记 然后一个二连 先不理你这个水人 没给他标记 独够过来 直接把赏金关了 关了以后 转身标记给上 然后一个三连 哎呦 差一点点 直接秒掉对方的大树 这个时候 大鱼人过来 一脚踩 对方又是点灯 又是撒粉 又是毒 赏金猎人这波实在是 有点跑不掉了 对方的人太多了 超神的杀戮 被对方大鱼人 直接终结掉 104块钱 再加900的助攻 赏金这一波被对方击杀 直接给对手拿到了 2000的经济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赏金猎人 现在游戏时间来到了 19分钟 我们加速一点 让赏金猎人快速的复活 在复活之后 赏金猎人现在 15200的经济 反不掉自己家的防御塔 要知道现在游戏时间 才19分钟 15000 这个水人和大鱼人的经济 一下就追上了 你看刚刚那波团战 打完了以后 瞬间这个经济 就从8000多来到了1万 从18分钟左右的时候 一下就加到了1万块 赏金猎人在 游戈篮里边 刚才他放的是一个 刚才放的是一个 游戈篮 我记得放了一个 暗灭 然后现在改成了 一个伞尸 接下来呢 他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的是散魂剑 因为散魂剑带一个弱区 注意这个弱区 他是防守驱散 不是进攻驱散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三分件 注意敌人是被减速 附近的敌人被减速 然后目标附近所有队友 获得弱驱散的效果 并且提升移动速度 这个地方的话 他还是一直是给到队友的一个防守驱散 为什么要给到防守驱散 因为如果这个玩意儿是个进攻驱散的话 那否决可能就真的没人要了 没人出了 20分钟 现在赏金16000的境界 这里给上一个标记先 点完标记和过来 被对方直接踩了一脚 那不要紧 二连给上 飞标给上 再跟上去给输出 直接秒到对方大鱼 秒完了以后船长 这边开始刃甲往前顶 队友一个冰箱 那个冰箱给的相当完美 大树这块又是给上一个技能 以后看一下 这个赏金猎人转身 给上对方一个二连标记 再加一个飞标消耗一波 然后等自己的队友输出 这里再给一个标记 往上跟 那就抽掉你这个毒狗 再一个飞标秒掉对方的水人 又是轻松血液的一波击杀 队友的马西拿到了双杀 这一波团战啊 赏金猎人虽然输出不是第一 但是成伤应该是第一 我觉得他成伤应该是第一 他第一时间顶在第一线 给到对方标记以后顶到第一线 然后对方所有的技能 全瞄着这个赏金给 冰龙那边给到了一个完美的冰箱 把赏金猎人救下来 救下来之后 对方第一时间转火去杀这个冰龙 其实在转火的统一性方面来说 对手做的也相当到位 但是无奈的是什么呢 无奈的是因为之前持续的团战 都让这个赏金不停的给到标记 把自己所有的队友经济全带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时候的经济 队友的马西和优鬼 在开局完完全全被对方打爆 一丁点还手之力都没有的情况下 现在的经济完全追平了 而在经济完全追平的情况下 我赏金猎人一个人领先了你这边的中单船长 我超了你一倍的经济 我超了你一倍的经济 那这个时候正面作战的这个能力 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而这些船长这个英雄 他的更厉害的地方是在于搅和 你指望他提供多高的输出 这个事他不是很容易 尤其是短时间内他提供不了 再加上没有A杖没有魔精的话 这个船长能提供的输出 其实是很有限的 但是赏金猎人不一样 赏金猎人在团战当中 就像现在这个时间段 如果没有人去理他的话 如果没有人第一时间 把所有的技能控制权 扔到这个赏金身上的话 你让马西给到他一个剑体术 赏金真的秒人 他真的秒你后排 他跟你近战的大哥 或者跟你其他的这些大哥 对他一点都不虚 赏金的下一个装备 他准备去做的是龙心 对方里头在打盾 赏金这里边兜一圈过来 对方大约然已经做出来了一仗 撒了一把粉 并没有撒到这个赏金 赏金进来以后 直接冲进来 飞镖丢上去 然后转身 先跟对手的水人 对A嘛 这个好像确实有点A不过 大约然过来 这边直接走出来以后呢 开分身 然后再加上一个隐身 吸收了对手 足够多的注意力之后 他的队友已经把对方杀光了 这一波团战 那么我们在这个水人 被击杀之后 给大家回放一下 因为这一波 其实队友的表现相当相当完美 这里水人走 这边波浪形态加TP 但是冰龙就在附近啊 直接一个大招甩到脸上 一轮集火直接送走 这一波团战 其实主要的输出 都是队友打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队友这波是怎么打的 优鬼这招在上路刷钱 然后这招队友 开始集火这个大树 然后对方 注意看对方的主要输出 是水人和大鱼 水人和大鱼 这两个人在这个地方 一直在找这个赏金猎人 而完全没有人去管 船长 独狗和大树 赏金一个人 拉开了对方 两个核心的输出位 那剩下的事情 就不用说了 剩下的事情就不用说了 那必然是一波队友 对于对方面 单方面的吊打 赏金把对方水人和大鱼 直接带到了右侧 整个阵型 对方非常的糟糕 当然这一波啊 就算是赏金第一时间 跟自己的队友抱在一起 正面给对方开团 其实也是稳赢的一波团了 因为赏金现在的经济 实在是太高了 输出点 他们明显比对手要多 从输出点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虽然白牛他是个降牛 但是白牛在团战当中 他的作用 是可以约等于 多半个输出的 尤其是在经济 比较不错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可以约等于 多半个输出的 这波直接到塔后 这里看到了对方的大树 标记给上 二连再加飞标 再一个平A 直接秒了 就这么快 真的就这么快 这满血大树 根本没来得及反应 直接就被赏金给送走了 你赏金再给上一个标记 优鬼传过来 一轮合击 一个飞标 然后自己提前往回撤 给自己套上一个散分剑 防止被对方减速 同时给自己加一点速 再追上来 一个二连大伤鹊 对方的大鱼人 这里踩一脚 点上都不要减 还有白牛的一个大 直接完成击杀 这边天赋方面 他选择是加了30的忍受攻击力 和30%暗影步 期间承受的伤害减少 这个东西就是刚才 在肉山团这个位置 他为什么能引着身 顶着对方那么多伤害 如果没有这个天赋的话 他好像真不好顶 现在游戏时间 来到了25分钟 马上团队经纪领先了2万块 25分钟 2万3经纪的赏金 这个赏金的经纪 真的太离谱了 真的太离谱了 其实现在 在现在这个 近战中单特别多的版本 中单赏金 还真的不失为一种选择 因为像现在什么中单神牛 中单船长 中单的土猫 等等这些中单英雄 他其实在面对赏金的时候 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 因为毕竟我是个近战 我得上去补刀 我不能因为说 对面能偷我钱 我就不补刀了 我肯定得上去补刀 那你补刀 你就会面临着 被赏金偷钱 耗血 这个情况 这关对方的船长 就是拉了一个观察者 拉了观察者以后 赏金这边都过来 对方的船长应该 这个地方应该有针眼 应该是有针眼 等会对方的船长 这里过来耗一下 看看 给上标记 一个二连 一个飞标 对方的船长 这边被钉住了以后 这边直接给自己 套上一个散魂剑 这个散魂剑套的 是相当的nice 套着散魂剑 就可以直接顶着 对方的这个潮起波 冲上去了 在这波打完以后 对方的水人 是选择直接打出了GG 因为自己在上路那边 已经被击杀掉了 我们这里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的速 我感觉对面 应该是不会再防守了吧 赏金猎人 这里也是直接来到了上路 因为队友把上路的兵线 带过来 二塔已经推了 那么赏金开始带队 跟着自己的队友一起 摸一摸对方的高地塔 不过对方的那个大树 居然还在修 大鱼人居然还敢出来 出来的话 标记给上一个二连 直接秒掉 配合马西的输出 现在也是相当的厉害了 这边给人个潮起波 我这直接开启散魂剑 然后往前追 优鬼跟上来 马西一顿组合拳 瞬间秒掉对手的大鱼 他的这个船长 打到对方船长之后呢 这里 对方的船长也是打个字 打个字嘲讽一下 白牛这边也回复一下 回应了一下 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知道他这个里边 这个SB指的是白牛 但是怎么看怎么像 怎么看怎么像 两边在马基 你知道吗 白牛封凭受害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赏金猎人 为了防止大家觉得 这个赏金是不是没有输出啊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出的数值 赏金打了三万七 赏金打了三万七 全场第一 而且是断层第一 他一个人的输出 相当于自己这边 不到三个队友的总和 不到三个队友的总和 差不多相当于 优鬼加冰龙加白牛吧 接近这三个人的总和 马基打的和输出 后来追上来了不少 对方输出最高的是 跟赏金猎人对线的这个船长 他打了两万多 当然这个也得益于 船长的这个 输出的手段 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而像水人跟大鱼人 这两个英雄 他的输出手段 相对来说少一点点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 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这场比赛 赏金一共偷了1559块钱 还是非常爽的 这个1559 他虽然看似只有1500 觉得好像不多 但是首先这是一个 只有27分钟的比赛 第二 他偷了1559 意味着对方少了1559 他一个人光靠偷钱 造成了3000的 一个团队经理 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 好了 那么如果能看到这里 点个赞投个币 谢谢大家 不求大家也是真不给 谢谢各位 咱们下期节目见 妈妈带